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闪耀北极星 我是刘业良 刘老师 法街台股走势相当的刺激 早盘看起来是跌跌不休 尾盘跌势收敛甚至一度翻红 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影响着台股 那么现在法人又认为哪个族群在明年 2025是有机会起飞的呢 来各位看 今天来讲先看这张字卡 出自于无间道 有内鬼终止交易 最近来讲什么叫内鬼事件 究竟是谁 把台股的晶片拿去给华为呢 说实话华为也相当的笨 因为只要拿到他的产品拆开来看 上面哪一家厂商做的晶片 招揽诺杰 清清楚楚 所以华为当时想走这一招我觉得他是阿呆 终究只是抱不住活的嘛 好那么台积电呢 最新消息听说美国商务部要求台积电停止供应中国晶片 但指的是7nm以下的这些先进 的晶片 AI晶片 至于一些比较低阶的车用等等不受影响 那大家会担心 这样台积电业绩往下掉 假设真的不能出货影响性大不大 这个关键 来首先中国来讲说不是停止供应 而是配合合查 他们讲的话我认为 听听就好 再来呢 中国目前看一下去年跟今年3万年的平均值 大概中国全部公司占台积电营收大概12个百分点 那当然先进制成的没有到这么高 今天就算假设台积电12%全部都不要了 这营收掉一层 但如果美国这厂商增长了上来的话 坦白讲影响性是有限的 而且呢有很多的中低阶 利润不高的都出给中国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影响性不会太大 最早台积电往下杀的时候啦 我真的觉得蛮扯的不知道杀什么东西呀 没有搞清楚台积电究竟 中国在营收比重高不高啊 我还是不能够货美国 那事情挂掉嘛 这个供应中国我认为还好啦充极有限 我对台积电我的看法不变 法人看啊1300到1500均值1400 未来都很有机会打正 好再看我们大盘 上礼拜五我特别画这一条我们看到 两次高点 形成的下降压力线 为什么上礼拜五 这个地方上去之后开始震荡流黑黑 为什么 加强压力线请你要尊重他吗 否则你看技术分析干嘛 看技术分析不是为了 帮助你去厘清什么地方是支撑 什么地方是压力 什么地方转强 什么地方转弱吗 就像当时 当大家很担心川普的时候往下打这一天 我说哇塞好机会 两次低点 连升起来上升趋势线 结果后面 洞升连线盘都连一点后面直接拉上来 不是我是神啊 我尊重技术分析啊 带技术分析叫什么 统计学 他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但是任何的分析你要注意 就是帮助你提高胜率 什么比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 那我建议有买股票不如我直通版 正面买反面卖 你就必须做这些功课为了拉高竞的胜率嘛这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个地方呢来到下降压力线之后震荡一下不用担心 一样震荡完之后会再上去 好来 记得精彩光环盘中拉第三支涨停板 但收盘是涨了4.6%而已 还记得上一半怎么讲的吗 首先当他来到低档的时候我告诉你回测重要颈限 这地方震荡完会转强向上 涨第一根 你不相信我 第二根哇塞我都跳空越过这个颈限位置 非常强劲的多方力道啊 今天很有机会在第3根直接去攻前高啊 那这上来之后各位有没有看到 前高582 今天最高是57.8 但涨停不会到啦 非常之接近 他四毛钱而已 那为什么这地方涨停锁不住 首先第1个连涨3天 重码的连乱 第2个 各位今天成交量 成交量是13000张左右 当时这个地方的高点最大量是15000 所以这些成交量并没有过 所以从量价关系而言今天 创高之后来个合理的震荡我认为是相当之正常 那沉浸盘中一度打到平盘之下 但是呢各位 还可以中场收 大涨快5% 所以我认为他里面的作手啦 持股还是相当之强劲 那有人问我说老师 奇怪 你 精力上游累金你知道是谁吗 林亚 再下来呢精力 你家讲的是 光红 光环 可是人家讲的是光红 那我当时就说了LED精力可以做成光通讯精力吗 我上礼拜说我先打个问号 为什么因为我不是本科的 那我 周末特别请教一下在相关产业工作的 他跟我讲说 名称一样 中间从雷金 雷金就是在 金额上面弄东西那增长起来 雷金嘛 叠加起来 之后呢再贴割整整的 后续加工成精力 光通讯跟所谓的LED精力 不一样 不一样 他跟我说这个过程太复杂 他只能跟我讲说不一样 所以呢各位 为什么 老师光环长成这样子 老师我不敢买光环我去买光红 怎么反向往下跌 各位不要把冯金当做马良 不要把LED的精力当做光通讯精力 那是不一样的事情好吗 来茂莲 茂莲记得很精彩在这一天黑黑棒的时候 这一根 东森主播佑达问我老师这一根会出货 我说请用隔天做确认隔天没有向下崩 这一根不是出货 因为我说以我对他的了解目前所得到的资讯 他基本面毫无疑问 然后当时这周谁跟他讲特斯拉 特斯拉这边谁要有人来讲特斯拉 他有说他真正重点不在特斯拉 他有一块叫做什么做公控的东西 是出货给什么 回答 GP200首波的高速连接线的供应 厂商合格厂商之一是他 其他要不要过都后面的事情 所以GP200大量出货他业绩会上来 那公控的这个高速传输利润 又比 传统电动车来的高 因为电动车已经百家争鸣了嘛 所以各位当时 上去创高之后东西怎么厉害 往下打 又上去了 好各位不这样吗 一波比一波高不就是这样子吗 今天直接涨平板573块 那大家就讲特斯拉特斯拉 各位我可以讲说 那种什么底部 跌生反弹的华服吗 同志吗 你可以看一下我 东升连线 我这种说 看起来只是像跌生反弹而已 真的有受惠吗 特斯拉大涨是跟车子卖得好有关系吗 他财报是因为车子卖得好吗 还是因为砍了供应商的利润 还是因为 这个探权的销售 探权卖给其他车厂的 收入增加了 这些人都不懂 特斯拉财报好 你在看表面的东西 那请问最近特斯拉大涨 这有什么 大家想象中他可能跟川普 麻烦麻烦嘛 搞不好入阁嘛 对呀那入阁 入阁之后被尽量弄一些政策 搞定政策 对电动车产业 对自己产业有利的 可想而知嘛 但是你看到电动车 销量大增吗 没有 最近特斯拉有挑战跟你说 我销量卖多好 因为我支持川普当选 我特斯拉卖都翻掉 有吗 没有吧 但是各位 他不是有特斯拉 所以他长什么 其实这个啦 是徽打 GB200 才是关键 别忘了这个月开始生产 下个月开始出货 明年叫做大量交货 同样的 GB200供应链 当然他不是直接供应给徽打 他是供应给广达 广达再去接徽打订单 那今年来讲 目前前三季出来了 那这样第四季应该三块多不是问题 反而估至少是三块多 那尾数 估的不一样 你可以取中间值 估到三块三三块半 所以是明年有反而估到多少钱你知道吗 奇怪 这是我从六十几块的时候我都说今年 他在谈一个东西 从前面的L6 跨到L10 他做东西变多了 利润变大了 营收到上来了 当时才六十几块钱 然后现在上海上海之后 我跟你讲 然后在八十几块之后 我跟你讲说法人来讲 开始更新报告了 上修竟的EPS3块多 明年是在7块多 这个好可能在上修啊 如果回答了这个真的是 NVL36卖得好 因为广达主要是 是负责NVL36的嘛 2秒72是 洪汉嘛 假的客制化版本是NVL36 卖得相当是好的话 他业绩又更好 你也搞不好EPS进一步上修啊 所以当时这个地方还打下去 有没有 突破颈线 往下回撤 亮缩的时候 我说这地方你要注意啊 又要喷了 过颈线 回撤颈线 这是非常好买点 过颈线不敢追 赶得起来 不敢追 压下侧颈线 哇塞 这给你再次上车机会啊 这座手真的很佛啊 不够佛的直接冲上去啦 但是这个地方各位 东升连线 我全民店讲多N次了 多少次了 没讲AR就说这一档那一档 可是很高不敢追 我送他四个字 强者很强 所以你看我们要跟你讲说 萨布鲁什么那种 趋势空要转多 不知道合理合约转多 反弹而已 你要去抢他 你要抢反弹是你的事情 我不爱啊 那抢反弹的 他的空间有限 我喜欢的是大波段的股票 他人家建议在多头架构 任何股票要成为大波段之前 他人先走成多头架构才是大波段 这是一本书给我的一个 一个很重新的观念 这本书叫做大涨讯号 我很喜欢讲这本书 他是阿拉伯主权基金的一个操盘所写的 阿拉伯主权基金 目前世界规模不是最大 但是他的交易量很频繁 他里面所有操盘人都是欧洲人跟 所谓的美国人 唯独一个亚洲人 在日本 名字我忘记了 那不是谁写的 他写的 代表说在他们那么看不起亚洲的情况之下 这个人的交易策略 这个人交易的一个操作稳定度 让 阿拉伯主权基金不得不把他找进来团队里面 成为团队 操盘手里面唯一一个亚洲人 你不觉得这个人很有背景吗 那他的东西里面 其实很强调的东西 坦来讲就强者很强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好啦各位 陈明天目前上市区链所稳稳的啦 那么你看起来财报都没有问题 第四季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还是非常亮丽 所以呢 我认为股价会不会是 波段高点 应该不会啦 应该 准备挑战我的身高啦 那我尾数直接送给你 身高180 尾数直接送给你 来 这样讲的是WiFi 7 WiFi7其实就在今年的一月份推出 从去年的年底拖到今年元月初 可是在今年没有造成多大轰动 为什么 因为采用的少 我可以明确讲采用的少 不管是企业端 或是大家最期待的消费端 你的手机啦 你的WiFi6 WiFi6 1 要升级到WiFi7 一直没有什么起色 在这下半年 有一间公司 大家有清楚 谁在下半年出信机 Apple 他搭载WiFi7 换言之明天其他家的旗舰机 如果没有WiFi7 你拿什么跟苹果拼啊 对不对 所以从苹果正式 把他放进了手机里面之后 明年大概基本上所有旗舰机 我认为啦 绝大多数都要搭载WiFi7 因为他是把苹果拿当一个 比较对象嘛 我镜头比你好 我光圈比你好 拍照比你好 画素比你好 等等的 这是一个比较基准 来WiFi7跟前面两个WiFi6 WiFi6 1 这下差异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 频道宽 他的宽度比较大 所以他可以传送的这个资料就比较大 然后最大的数据速度大概是之前的 将近快5倍 上一代 快5倍 再来这一个 他最后可以容纳到 16-16 可以容纳到更多的这个 所谓 连接的装置 来进行传输的动作 然后呢 他这个过去的RU 叫做这个通道部分 来 比如说你有很多的频宽来讲的话 譬如你有三个门可以走 你一次只能走A 不行 我走B 走C 一次只能走一个 他ABC 一起走 你就讲现在的捷运好了 以前开始捷运 莫不其妙什么政策 叫大家靠右边走 左边向上 去走 然后现在说真的 台湾人已经两层习性了 你在左边 后面有人一直想要上来 你不会紧张吗 会担心吗 然后现在开始鼓吹大家 两边都可以站 当时有错误政策搞到现在 或者大家 很久很久时间调试了 才可以知道 如果你是赶时间 请你走楼梯 跌幅梯是让你两边站着往上走的 我跟你讲啊 这个 定性养成之后啦 至少10年之内改不掉啦 我坦白讲 所以这北极是要想办法 那题外话 在这个一个多重的这个 那个管道的部分 所以其实他的 讲来讲 WiFi7比以前的传输的数量 速度更快 通道更广 然后传通的这个可以通道的一个数据更多 同时可以同时接收数据的 同时针对一个收发的 比例也增加 所以这是WiFi7的一个重要性 来 大概目前支援iPhone 支援WiFi7进行有这一些啦 那可是下面蛮多都是有先出中国的 出中国的 出美国的 因为 在台湾的规范 所以他是没办法 所以台湾真正比较有机会出大量WiFi7的手机 应该是在Apple系列 所以还正式敲起 当然很多国家也是啦 所以正式敲起WiFi7的一个 一个成长的号角 原本零出的时候孤单今年 伸动率有机会13到15% 目前下修到10%左右 来 刚才能预估啦 今年收入大概是10% 希望是把我下掉 重点是 你不要看2027太远了 看明年 30% 今年10% 明年30% 这就是一个很大成长空间 所以今年是WiFi7 诞生的 但是今年不是叫WiFi7元年 因为他明年开始才进入高速成长期 就像AI来讲很早就出来了 但是从今年开始大爆发 所以今年才叫做AI开始的元年 对吧 好 所以呢 2023到2030的WiFi7 的一个年复合成长率 高达53.6% 等于说从去年开始 每年WiFi7的成长是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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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跳 那明年开始要往上冲 所以相关小商要留意啦 那我个人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你不要找网通厂 网通厂走企业端的 企业端不一定会换啦 那是一个成本 所以什么证文 致意 合情控等 企业等等 我个人认为 当然有些公司已经推产品了 他不一定会受惠 但是手机 企业可以不要换 手机你换了iPhone好 新一代iPhone 然后跟苹果讲 苹果不要WiFi7 包括WiFi6 他是可以客制化的吗 不行 所以手机你换新机之后 他用什么就用什么了 对不对 再看一下这几间啦 那我先讲一下 坦白讲他们的形态都不是很好 那我个人觉得 你要靠WiFi7翻身比较容易 因为像PA来讲 PPA不是只有在所谓手机里面 那你的WiFi5 WiFi6 WiFi6 1 WiFi7 你使用的PA数目的确增加了 那么你来讲 大概是可以用到WiFi6的多一倍 没错 可是当时的利润 现在的利润不能比 现在产业是极度饱和的杀价竞争情况之下 即使数量变多 第一个不确定你的单也可以同时 同步的变多 第二 那可能导致大家更加的扩产 而产量大增加之下 利润往下降 所以其实这个族群我认为 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讲 你要操作以反弹市值啦 所以我今天画出大概一个 反弹的压力在哪边 那手上如果持有的可以参考一下 只要躺到哪边大概要卖 因为他们的形态 目前来看 你要由空翻多 这个几率性不是很大 来文帽 前12月营收年车19% 很棒对不对 但是9月10月往下掉 那去年上半年基期太低了啦 9月10月开始打入 打入圆形 那前三期是营转亏 亏转盈 所以大家看营收年增率 获利值都相当的好 可是你去看后面的发展来讲 其实他已经开始走下坡了 那股价的靠近来到之前的这个低点 低点拉过来 低点很好 有个防守 防守完之后是我觉得上去 可是上去到这个地方就是 之前两次高点心 三次高点心的下降压力线 来到130可能30以上 在135之前你可能就稍微做一些调节动作了 好 全新 全新我觉得是相对来讲比他好 为什么 他没有去测前波低点 文帽在这里 对啊 他在这里 所以呢 代表说他回车的位阶 看起来是比较强劲的 支撑比较够的 同样的 来到所谓上升趋势线震荡 往上走 之前两次的高点也结成了下降压力线在这里 大概160附近 所以往上涨 你要短做的来到160以上 这地方就要做一些调节动作了 好 在宏杰科 形态跟我貌很像啦 都靠近前波低点开始转强 一样 下降压力线这地方大概是10 刷105好了啦 所以其实你在 这地方 上去来讲大概10块钱不到空间 有做的话上去大概 要把握了 要把握他一个 短线调节动作 那 其实台湾这个跟所谓的 WiFi这个东西 在营收比方最高的 是这一间 做模组的 做模组的 他是把一些原料来做成WiFi模组的 但他间对我之意叫做联发科啦 他一定比不了联发科 联发科做很多东西嘛 他比较纯一点 所以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这次搞不好是最有机会在明年成为一个爆发期 看他财报能不能跟上 那至少他前10月营收024% 连续12月年成长 坏了是别人当9月10月往下档的时候 他还在年成长 所以他上升的一个 业绩上升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那前三季是亏转贏 但是第三季是转亏 12季是赚钱的 第3季是亏钱 但比去年好 那主要是因为第3季我看到毛利率是盪下来 这部分我包的时候他的毛利率盪下 可能是一些产品交接的差异性之类的 所以他的毛利率是往下盪的 那我是没看到什么特别的汇损 我跟大家包一下我看到毛利率的部分 好那样 上升趋势线 这地方索稳之后开始往下涨 那首先这一道 其实他很接近自己的加压力线 换言之他有机会先突破 整理再向上 所以这些公司假设你对YY7有兴趣的话 如果是我我会锁定这一档 但是其实他的形态也需要时间扭转 均线必须扭转成多头架构 才会比较有利后面的出现大波段行情 所以在这之前我认为大家就是 有兴趣的 短做 当然这个族群你可以放 放在你的一个口袋名单里面 因为假设YY7里面真的大爆发的话 我相信他们的股价会不甘寂寞的 好再看一下 大企判长很期待我说嘛 人大之前在10月底今天改在11月初开会 就是为了川普而定 那14市场上 猜的也被猜到了 我跟讲那消息都已经流出来了 他说增加地方举债线额人民币6兆 然后其他的人加加4兆总共是10兆 但是这部分用于化解地方债务 OK 地方债务的 高涨的问题你解决了 但是经济成长率 可能保不住 包括现在外资也下休眠GDP的情况 旧经济有什么样的招数 抱歉 他没有公布 这招数让大家有点失望 其实所以在 上礼拜 开完会之后下午的夜晚是往下掉的 往下掉的 但是其实没有掉很多啦 我觉得大家是稍微一点失望 但是大家预期说 本来来讲你要 人大宣布这个事情也比较困难一点点 人大 不要宣布像这种 其他教会什么 人家行长后面可能先是政策 来讲话你要刺激经济 大家知道中国人家靠出口可能没救了 人家靠消费 中国世界上人口第二多啊 他庞大的内需啊 很多人说有钱 不消费 有的人是没钱想消费也没钱 那怎么办 有钱的想办法逼他把钱拿出来吗 然后想办法透过债券或其他东西 转到 想要花钱的上面吗 那目前他们的存款利率啊普遍跌破2% 那他知道利率越低 你钱放银行的这个 这个 可能性就更低嘛 这样我现在很久不放定存 他那定存利率低到我根本不想放 随便一些比较基优的东西都比他好了 所以这地方如果利率往下降的话那刺激更多人把存款拿出来 那最后可能就拿来投资啊来消费 好再来 存准率的部分今年其实降过两次 存款准备率 然后大家别忘了人家老长潘公胜在10月中受访后曾经表示 以看市场上流动性而定 他要讲了不排除年底前还要再降一次 那这次可能不会降到两码会降一码而已 应该都降 降那个 25到50几点 降一到两码 不会像一口气降到两码这么多 这他可能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代表说后面来讲 存款准备金叫什么 银行留下 留下来的这个什么 他保底的钱啊不能动的钱啊 如果银行不能动的钱减少不过更多钱可以放出去吗 他市场上流通吗 我其实我认为整个在后面11 12月 中国应该还会在动作 我个人认为还在动作 因为看起来第四季度就一下今年GDP看起来 这数字不是很好看 然后会觉得习近平那个椅子在晃晃晃晃 我讲习近平他很担心啊这几个他的位置 那椅脚在晃晃晃晃晃 他不是无可取代他不是普丁 他下面很多胡适丹丹 所以他现在 很担心 来上阵 各位 假设真的是那么失望的话今天上阵又往下掉 各位看到今天上阵来讲 到盘中我们抓的时候才长小涨 开低之后往上走 收红 对吧 深指数也是一样啊还长更多也长1%多 所以老师你看 所有的媒体 你去看所有媒体跟你讲说这个叫利空 没有自己 不怎样不怎样很差很差怎样的 那看到校友的夜盘讲故事 看到一些A50有夜盘跌然后 香港的这个 股市夜盘跌然后开始 讲故事给各位听 然后每个专家都讲喔这个没有出一出政策啊 中国大会看起来不行啦完蛋啦 或新人卖压出来啊 就今天 直接打脸 搞清楚啊我认为东西在后面 因为我讲得清楚其实以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讲 中国股市他最大最大优势 极其低啊 真的很低啊最大优势就是极其低那没有什么优势啦 对极其低啦 那如果说这个颈线然后这边震荡嘛可是如果前高颈线这样一上突破之后就攻这里 这边大概4200点左右 所以我认为之前的高点不会是这波高点 只是他必须要 关系到市场上的秩序 缓慢的 有这个所谓的纪律性的退出一些陆续退出一些措施 那你要把握入股我认为是这个啦原大会在300正2啦 今天早上开盘我吓到挑最低 各位今天开盘是几乎最低嘛 开盘1653最低点吧 开盘就最低点开盘1672啦 刹1653 就可以看到收盘多少1693 这是最高点 后来今天打下来 你去加码今天去买的随便你怎么买都赚了 对啊那我觉得你看假设入股会过前高那他应该理论上要过这里 就觉得他可以以一个如果你想要偏 中长期来讲的话 很多股市 或股票在高档 这种我觉得啦相对来讲风险性比较低啦 所以你会看到 千张大户 我认识的很多 很多真的很多 还有卖台积电的 真的很多 都在这里 上礼拜我 上礼拜我看到这里而已 上礼拜我看到没有 礼拜我更新的 又大神 所以 你必把很多 真的高资产的人 在做什么事情 跟大家报告 因为他真的很亲民 真的有兴趣的 你也不要放多 把那些 想要稳健投资的 长期性的投资的 慢慢挪到这个地方来 我相信他不会在那里失望的 好最后来 美国大学落幕了我认为产业回归趋势面 烂的产业 什么滴润 太阳人 这面板不可能因此翻身 但是 趋势向上的 什么AI 然后机器人 在机器人需要层级 然后包括像两奈米金贝供电这些东西 玻璃机板这些 趋势线的东西不会变 个股回归到基本面 营收今天晚上全数公告 既然15号之前 季报全数公告 那这时候是就有些公司可以做一个适度的筛选 那如果 不想花那么多心力的 没关系 想要把握好股票 连你属超票的 来到作为整理给大家 一份 趋势园王的金选股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拨打我们预约专线跟 特助 登记一下 或者是直接叫我们 LINE小组 88884个8 留言到8888 一样会安排特助登记好 那时候这份资料出来之后 我请特助直接 交到各位手上 今天节目就在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就是各位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华冠头部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头部111 金管头部新次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